她是从业十四年的知名记者 国内有很多读者都很喜欢读他的文章 腾讯年度新闻奖 亚洲新闻奖这些都有 她是从来没有离开过草原的养风小伙 我们的一斤蜂蜜 四斤面坊 本是两条平行线 却亦万有了焦点 婚姻遭遇流言蜚语 扎西漂亮 把我勾引上了 我要高攀她的话 高攀不上 创业让她几次想要逃离 又发生了什么 让记者忍不住落泪 看马金鱼如何在青藏高原上书写爱情与财富的传奇 大家好 欢迎收看志不经 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贵德县 有这样一户人家 他们家的门口墙头啊 经常有人往里看 看啥呢 他们想看看这户人家到底是做什么的 因为这里的人们都听说这家的女主人是个从大城市来的 要在县城干件大事 还传言这个女人是个富婆等等 那么这个传说中的从大城市来的富婆 到底要在青藏高原上创造什么样的财富呢 扎西和嘎藏财让正在往羊身上扔石子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说就是刚才他打过去石头打过去了咋 那只羊他说就是60斤到70斤左右 是在这样敲打 敲打的话他那个羊就不是过来过去就好嘛 这样的话就是反面侧面能看到 能看到的话他就会估算出来 这种羊叫藏羊 是青藏高原上古老而原始的绵羊品种之一 藏羊很警惕 人很难靠近 同时牧民们也不愿意人随便抓羊来看 所以就用扔石子的方式来判断羊的体重和飙肥 现在和妻子一起拜访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寻找藏羊和牦牛成了扎西夫妇的生活常态 我们的大柴虎 牛粪当柴虎 这个特别暖和晚上加湖子 烧开水还烧得特别快 人家这是草原上的人 瞬间人家就捡一包 我只捡了几块 你还是没经验 就这么包呀 牛粪就这么包 这边的牛粪不脏 它都是吃草的 扎西十三岁开始就跟着老父亲在青藏高原上养风 而对于他的妻子马金鱼来说 这里更像是一场梦 人们想不到 眼前这个晒得黑黑的捡着牛粪的女人 曾经是一个从业十四年的知名记者 他们更不知道 就是这个女人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件没人做过的事情 这件事不仅能创造百万财富 更能改变太多人的命运 马金鱼1978年出生在新疆 2000年进入媒体圈 曾在新京报 南方人物周刊 南方都市报等新闻媒体 当了十四年记者 获过亚洲新闻奖等大奖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记者 对 就是写的文章可以说是美文 对 在国内很多人都有 有很多读者都很喜欢读他的文章 就是这个媒体圈里的知名记者 却在一次采访之后 嫁给了草原上的藏族小伙扎喜 这件事对他们两人的生活圈 都是一次轰炸 然后所有的人都崩溃了 对 他的反应都是什么样 太不合适了 他就是用不可思议这个词 觉得她是一个非常 amazing的一个女人 就不相信 尊贵是这句话就不相信 不相信 不相信 当时就不相信 没跟你说谎 一个是知名的媒体人 一个是从来没有离开过 草原的养蜂人 这两个人的结合 也让外界传言纷纷 扎西后来跟我说 他们都觉得那个女的 可能是脑袋不太正常 所以突然 捡了这么个媳妇可能是 有的是说 扎西漂亮把我供应上了 对啊 还有的说我是富婆 扎西就是 就看钱嘛 一个有工资肯定 那个四个数是 有七千多吧 你对于我们这里农村 七千多也就是一个 天文富士呗 对着啥 那你晓得这个是农村的 这个是毕竟的这个指甲 能扎西吗 那么马金鱼和扎西之间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呢 2010年 当时在南方都市报的马金鱼 接到一个采访风龙的任务 他辗转全国采访了几个风龙 最后来到了青海省 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贵德县 采访扎西和他的老父亲 你第一次见到扎西啥感觉 嗯不知道 反正我见到 我看他脸红了一下 我也没有 为什么脸红 我特别内向了 然后就是见到你的就是 觉得就是 短短一天的采访时间 扎西的心里发生了 微妙的变化 心里面就有一点那个 觉得就是 怎么说呢 反正我也 我也不会说 反正就是 心里面有那个意思 觉得 他是一个从广州来的大记者 我觉得我是在这边的 一个群小子 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比如说 我要高攀他的话 高攀不上 就是那个样子 我一直没有表达 扎西一直不敢表露心计 可马金鱼走后一个多月 小伙子心里每天都惦记着 那个从广州来的女记者 最后扎西决定打电话 向马金鱼表白 后来怎么憋不出来呢 喝了点小酒 终于我喝了点小酒 就直接说出去了 我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 我喜欢你 突然他打电话的时候哭了 在那边哭了 我也哭了 我就觉得 那我回去吧 他那个电话就 反正 反正那个采访也挺长的嘛 我就回去 回去以后 他说 我们结婚算了 我们结婚吧 他突然这么说 我说那好吧 两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到结婚 只用了四十天时间 马金鱼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无法拒绝 草原上的这个小伙子 什么来形容你跟扎西的爱情 稀里糊涂的 真的稀里糊涂的 什么来形容你俩的婚姻呢 也稀里糊涂的 更戏剧性的是 那篇采访风浓的报道 马金鱼到现在都没有完成 结婚之后 马金鱼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新闻事业 继续全国各地的采访 而扎西还留在草原养风 直到一场车祸 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2012年的一天 马金鱼和扎西带着他们刚满两个月大的孩子 从西宁赶回贵德县 就在快到县城的时候 发生了严重车祸 绝望之中 一个路过的藏族牧民 把他们送到了医院 扎西不敢告诉马金鱼 因为孩子伤得的确很严重 最后孩子在重症监护室躺了19天 终于救了回来 医药费20多万 是马金鱼的同事凑出来的 车祸之后 欠同事的20多万要还 孩子的恢复治疗更需要钱 马金鱼一个人的工资远远不够 而扎西的蜂蜜更是根本卖不上价钱 这么好的蜂蜜 却被中间商压榨得如此廉价 马金鱼气得发抖 他决定做一件事 可就是这件事 几次把他和扎西的婚姻 推向危机边缘 他提出离婚 说过四次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凌晨一点 记着跟着扎西给蜜蜂搬家 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 这次搬家决定着未来这批蜂蜜的产量和质量 扎西显得疲惫而紧张 第二天清晨 风香在三百公里外一片新的蜜园中醒来 再过几个月 这批山花蜜就可以上市了 这样小小一罐山花蜜 扎西以前最多能卖到三十元 而到了马金鱼这里 可以卖到一百九十八元 还供不应求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在二零一二年 马金鱼开始尝试性的 在网上卖扎西的蜂蜜 和一些当地的土特产 扎西和老父亲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马金鱼帮他实现了 父亲他根本是不相信的 他说 我们的蜂蜜能跑到北京广州去啊 那你们两个人也没去北京广州啊 所以说 只要你把蜂蜜的质量 把罐好 浓度大高 他说 你别管我买多少 然后就是 我说 那你真正的 你给我说买多少吗 他说 就是一斤蜂蜜是六十多 除了保证蜂蜜的浓度 马金鱼在包装上也很下功夫 用专门定制的土桃罐装蜂蜜 外面还要裹上美丽的藏纸 这样一罐沙枣蜜 扎西以前最多卖到二十元 而马金鱼的网店里可以卖到一百六十八元 都说养蜂人从事的是甜蜜的事业 可对于马金鱼来说 记忆里最深刻的除了甜 就是满头包 马金鱼说他第一次采访扎西的时候 被三十五只蜜蜂蜂遮了满头的包 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又中招了 一个刺 我头上还有一只来 梁叔帮我看看 我头上好像有一只 老公 我想听到小的 真木鱼 疼啊 特别疼是吗 习惯了 不像我这样往自己裹起来 其实我挺紧张的 我都怕我怕把我自己手这样戴着呢 你戴着麻烦的来不及吗 他每次突然弄个啥动作 我就赶紧拍嘛 对 他大伯你要拍是不是 扎西干活的时候 马金鱼就在旁边拍照 记录着一切 这种记录 通过马金鱼的文笔 就成了最好的营销方式 通过马金鱼的文字 消费者了解到 食材所处的环境 以及高原上发生的故事 这种内容营销 吸引了一大批顾客 网店的销售越来越好 你说很多人 要问我 真的有什么秘密 我没有秘密 我是个挺二挺蠢的人 这就是我唯一会干的事情 我将来也 可能也就这也是我唯一能干的事 就是写故事 到2014年 马金鱼正式告别媒体圈 扎根青海 在网上卖扎西的蜂蜜 还有从农户手中收来的特产 既可以自己赚钱 又能帮本地农户增收 可一做起了生意 马金鱼和扎西的矛盾越来越深 他甚至几次想要离婚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种蘑菇当地人称为黄菇 每年七八月份 一场雨过后 黄菇就会冒出来 很多牧民都会去草原上 捡黄菇卖钱 马金鱼和扎西 就从牧民手里收黄菇 在网上销售 可一次收黄菇之后 两口子竟然动起了手 就是扭作一团 他把我抓住 不让我打 但是我就急得很 就叫我 就骂他们 两个人 就就是 反正是很狼狈的 原来那天马金鱼和扎西 去一户牧民家收黄菇 可马金鱼发现 原本定好的黄菇质量 参差不齐 地上是有点湿的 那个黄菇吸上水分后 就变软了 回来以后 我马上就恼火了 我说这个不行 我们不要了 我看到那几个男的 就脸色就变了 然后扎西的脸色 更不好看 他就说 这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吗 这是草原上 没有女人说话的份啊 你见过一个女人 谈声音吗 你见过一个女人 在这时候说不行 不能你不要这个东西吗 而且出耳烦 他也不说出耳烦 说话不算数 说话不算数 谁都瞧不起你知道 没有这么说话的 你如果说了要 你就必须得要 你犯了人家大忌的吧 对 而且你是个女的 而且你是个女的 你知道吗 而且你是个女的 在人家的心里 就是我说话不算数 就是你老婆说话算数 这个也有一层意思 你是不是女人出来说话 你也没面子 对 对 我也没面子 你为什么就不能说呢 那说是说了 反正一般是 在我们藏族里面 就是女人 是家里面的事情 你是一般不说的 做生意 比如说买牛买羊 跟你没关系 草原上的习俗 马金鱼没法适应 并由此引发一系列争吵 就是我唯一关系这个东西 到顾客手里面 顾客是不是满意 这个是最重要的 品质第一 我们没有别的可以依靠的 因为我和他没有任何帮手 我说我们唯一能依靠的是 顾客的信任 我们还有什么财富呢 这是唯一的最好的财富了 然后 他说不要给我扯那些 没有用 你是个女的 你以后不要跟着我来 你来我就不来 就这样的 就是因为他跟别的妇女不一样 所以说你就觉得 什么都不对了 不是 反正好的 你看你这个态度 你觉得他太强势了 不是强势 我知道他强势 我不如他 对不对 但是你有些时候 也必须要尊重我一下 家里面哪怕是你打我 我下跪都可以 对不对 没人看见呀 关键事 对不对 而他们爆发的最严重的一次争吵 居然只是因为两个字 效率 因为效率 你觉得想不到这么小的事情 会变 会差点让我们两个分开吧 在扎西的世界 一切都是散漫自由的 马静渝要求的电子商务节奏 扎西跟不上 我说真后悔了 我指挥不动你 因为我的口头上就是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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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要来了 快点快点 那个单子下来了 快点快点 那个哪个东西赶不到赶不及了 时间来不及了 觉得太忙了嘛 太忙了以后 然后人家就是 哎呀有多少多少个订单 赶紧赶紧发发发 啊 然后就是晚上加班呀 或者啥啥啥啥的发 我说 你先等着吧 我说多弄几个再发不发不行嘛 然后我说我传个切吧 人家就是不行 不是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种 你在星海学会的第一句葬语是什么 慢慢慢慢 不仅如此 马金鱼还几乎惹遍了扎西所有的亲戚朋友 原来随着网店的销售越来越火爆 马金鱼卖的特产也从蜂蜜黄菇等扩展到了牛羊肉 马金鱼要求他的店只卖青藏高原上 游牧民族手里最原始的藏羊和牦牛 可扎西的一些亲戚朋友去上门 要求把他们的牛羊也顺便卖了 只有一个数人就到我们家里来 也算是扎西的长辈嘛 他有八只 他是育肥的 他就说 哎呀 不如我把这点羊包 就八只嘛 你们发货量那么大 把八只羊算啥 你们买上嘛 在我还是推掉了 反正就好 我知道好多人都不喜欢我 本地的好多人都不喜欢我 因为为人处事的方法什么的 都跟他们不一样 比如说尤其牵着到生意 我是说翻脸就翻脸 这点在他们的圈子里 是特别就说话特别难听的 他们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人 尤其是一个女人来阻挡这件事情 他们就特别生气 就也会给扎西回山峰点火 说一个女人的主作不下嘛 与草原的哥哥不入 让很多人认为 马金鱼迟早会离开 就连扎西也有过这样的担心 担心过他跑掉吗 担心过 什么时候有这个担心的 一直都有 不会离开的 社会发展的很快 但是在这里依然留有上千年的 非常好的传统 人心还在 可以繁衍下去的那种温暖 都在 他们牡羊病了 在给牡羊祈祷 牡羊难缠 在给牡羊念经 老阿玛流着眼泪 那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 就是善良的那种情谊都在 这件事非常非常吸引我打动我的地方 而马金鱼不会离开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她叫杨琴拉毛 是罐装蜂蜜的女工 就在去年 为了赚钱 她怀孕四个月 还在偷偷干活 而接下来 这个瘦弱的女孩子说的话 让记者都难以控制情绪 我听说你又大了 跟一个干别的事吗 到那个工地上去了 几个月的时候啊 孩子 就 六个多月吧 然后干中国的话肚子有点疼 那你为什么要去干呢 干的话家里面没事干呗 一天带着也不好呗 锻炼的话就 生孩子的话也好一点呗 你这是安慰自己的话 其实就是想赚点钱对不对 嗯 就是 待在家里没钱呗 我婆婆脑子里面出血了 什么活都灌不了 在家里面的大大小小都我负责 又到工地上去当小工 一天给那个十字啊 对 太阳晒 我今天很特别的东西 在我们这里的都这样 在这里像杨青拉毛这样的女人 还有很多很多 她们成了马金鱼最大的动力 我如果走了这些妇女 我觉得我能给她们提供 这样一个很好的就业机会 按照她们的话说就是 坐在板凳上干的活 这里一天八十块钱 也舒服了 一天坐着挣八十块钱也 北东这个妇女的这块 深域的劳动力 就是在家门口 不出门的情况上想赚钱 真的 记者采访的时候 还遇到了一个害羞的藏族妇女 来 先握握手 握个手好不好 跟我 我是女的 你跟我握个手好不好 你叫什么名字 你想养多少只呀 现在想养一百只 2016年 马金鱼和扎西 建立了养鸡合作社 免费给农户发鸡苗 统一回收 通过自己的销售平台销售出去 这位藏族妇女 享养一百只鸡 八个月之后 她就会有上万元的收入 迄今为止 马金鱼带动了农户 超过了两百户 2016年 网店的销售额 预计达到五百万元 高兴吧 高兴 高兴 如今 孩子们都在健康的长大 那些藏族女人 依然如鸽三花般坚强绽放 而这里的人们 与这片他们世代守候的青藏高原 将永远生生不息 马金鱼说 他想把自己的店做成百年老店 而这需要的是产品过硬的品质 而过硬的品质 还要依赖青藏高原纯净的土地 只有保护好环境 大自然才会向人类提供 源源不断的财富 好的朋友们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 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好 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有一个关于蝉除的神秘传说 深深的吸引了他 谁看到蝉除脱皮 就会发财 然后你挖地三尺 下面就会保障 蝉除退衣 假象诸多 他未得到蝉衣昼夜颠倒 蝉衣却离奇消失 看江苏省涉阳县的袁正阳 如何产口夺衣 实现创业梦想